Welcome to Jerry's English Studio 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Unit 75 Chapter 9.7 May and Might 祝福的力量 May and Might 请接受 May 给您的祝福 May 这个字可以做名词和助动词 May 做名词的时候表示五月 做助动词的时候用法如下 第一点 表示允许 可以 May I use your mobile phone? 我可以用你的行动电话吗? May 还有 Might 它的过去式 的这种用法 叫 Can 和 Could 正式 而 May Not 表示不可以的时候 语气则叫 Must Not 不可以 稍弱 第二 表示可能 也许 May 和它的过去式 Might 表示可能 也许的时候 语气比 Can Could 稍微弱一点 其中 May 加原型动词表示 现在或未来可能如何 而 May 加上 Happy Pea 则表示 过去可能如何 He may be here late 他可能会迟到 表示对于未来的猜测 表示他真的可能会迟到 这不是假设法的用法 She may have said such words 他可能说过那种话 这表示对过去的猜测 说话者的意思是 他过去真的可能说过那种话 第三 May 可以用于表示祝福的祈愿句 所谓祈愿句就是祈祷愿望的意思 的这种句子 祈愿句常用于贺卡中 句形如下 May 放在句首 然后加主词 再加原型动词 然后再加圣语的部分 May you have a Merry Christmas 祝您圣诞节快乐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May 放在句首 然后再过来You 表示被祝贺的对象 后面加原型动词的have May you succeed 进入成功 May 一样放在句首 后面加被祝福的对象 You 然后再加原型动词 Succeed 第四 由 May 衍生的主动词片语 May well 表示很有理由如何 后面需接原型动词 May as well 表示最好 它就等于 had better 后面也需接上原型动词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 well 或者是 as well 都是当作副词用 副词并不会影响到住动词 后面接上原型动词的效果 所以后面必须要接上原型动词 另外一个衍生出的重要片语 May as well A as B 表示与其 B 不如 A 这个片语则是一个连接词片语 A 和 B 都必须要用原型动词 因为 as well as 事实上是一个对等连接词的片语 既然是对等连接词 那么连接的两边当然都必须要对称 而且相等 词类必须相同 所以都必须要是原型动词 请您来看到 May well May as well May as well as 这三个 由 may 衍生出来的片语 它们的实际的例子 You may well say so 你很有理由这样说 May well 后面加上原型动词 say You may as well study this grammar book thoroughly 你最好把这本文法书彻底的念好 May as well 后面加上原型动词 study You may as well study this grammar book thoroughly Us waste your time 与其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 把这本文法书彻底的念好 你可以看到 May as well 后面加上原型动词 study Us后面一样 加上一个原型动词 waste Waste Might 为什么有力量呢 且让东子老师 有力量地告诉您 Might 也可以做名词 和助动词 Might 做名词时 表示力量 做助动词的时候 用法如下 A 做may的过去时 表示过去可能 过去可以 Mr. Summer Might do 50 push-ups a time while young 夏子老师 年轻时 每次可能可以 做50下的 伏地挺身 在这里的Might 做may的过去时 Be Might 放在句手 然后加主词 加动词 形成一个 混句的时候 表示 礼貌的请求 做这种用法的时候 Might 可以用could 或者是would 来取代 Might I smoke here? 请问 我可以在这里抽烟吗? 这是一种相当礼貌的请求 Might you come here earlier? 请早一点来好吗? 这也是一种相当礼貌的请求 C Might 加动词 用于假设法的时候 则表示 现在或未来 不太可能怎么样 字面上的意思是 可能如何 然后实际上真正的意思 是 不可能如何 It might rain this afternoon if you did appear 今天下午就可能下雨 如果你真的出现的话 实际上 说话的人 这个作者 认为下雨的可能性不高 你当然 也不太可能出现 第一 Might have pp 用于假设法的时候 表示和过去事实相反 的可能 Could have pp 表面的字意是 过去可能怎么样 但真正的意义是 过去不太可能如何 If you had come earlier then I might have met you 如果你那时候早一点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遇到你 实际上 并未遇到 所以它这种都是一种假设的状况 东子小教师提醒您 May 衍生的片语 May as well A as b 表示 与其B 不如A 是一个对等连接词片语 A和B 都需用 圆形动词 今天的东子小语要献给您的是 强权及公理 Might is right 现在正直 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 相对于 乌克兰来说 军力 当然是 强大多了 然而 强权 真的就是公理吗 俄罗斯 真的就会 胜利吗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